那这里卢伯提到 他刚开始跟赛斯的连结 是透过零印盘 那后来他在零印盘要拼出答案之前 就先在脑海当中收到了赛斯的讯息 收到了赛斯的讯息 所以过了不久 他就直接站起来替赛斯说话 替赛斯说话 那他这里提到刚开始的时候 他非常抗拒这件事 是因为他怕失败 因为所有赛斯书所讨论的项目 完全是卢伯不熟悉的 各位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有没有很大的恐惧 比如说今天有一位 严重强迫症的患者 他几乎没有办法碰任何东西 因为他担心手碰到细菌 传染给他的宝宝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菜 洗碗做家事 他手不能碰任何东西 他强烈的恐惧 那后来今天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 他提到原来他一直很恐惧 他内在的黑暗面 他害怕他内在有一个 万一是他把病传染给他的孩子 怎么办 各位他倒是不是害怕 他的孩子生病 他怕的是万一他的孩子生病 是他害的 各位这两个不太一样 他怕的是他犯错 他怕的是他做的不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内心 好 同学问我 为什么鲁伯可以接触到他内在的 赛斯 为什么一般人接触不到 各位因为很简单 我们连面对我们内在的黑暗面 都过不去 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自我面对 各位了解吗 是啊 好 就好像 各位你根本不会游泳 你问人家蝶式 为什么游得那么好 是啊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修行是一个 剑刺的过程 好 其中有一部分是 我们得面对我们自己 好 像从古典的 精神分析学派 各位 我们潜意识里面 有没有非常多压抑的自己 有 有 包括前世的 黑暗的自己 有没有 所谓的业障 包括从小到大 压抑的 内心的 愤怒 有没有 好 还有我们所谓的次人格 各位 所以常常我们的内心 有非常多 我们没有面对的自己 尤其是我们的黑暗面 好 常常我讲 越负责任的人 为什么常常他的家庭里面 会出现一个 越不负责任的人 沉迷于网络 沉迷于赌博 各位 很简单 因为他是他人性的什么 互补面 另一面 好 常常我们对我们的心理 了解的深度并不够 并不够 所以这也是在修行的层面上 我们要觉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